恒生商业 e-banking 流动保安编码一分钟教学 设定及登入片 现在就让我教你如何设定流动保安编码 去登入恒生商业 e-banking 你需要预备实体保安编码器 并开启恒生商业流动应用程式 并登入你的商业 e-banking 账户 再按设定就可以开始了 第一步,按一下你编码器左下方的按钮 然后输入显示的核实码 再按一下按钮 之后就会得到一组保安编码 输入在手机之中 再输入自定的密码 确认之后就立即生效 提提你,记得要在手机的设定 找到我们的APP的通知才能启动到 设定完就可以用流动保安编码 来登入商业流动理财 而桌面板呢 输入完使用者名称和密码 按流动装置 然后选回你的手机 之后你就会收到一个登入认证请求 核实参考代码 使用者名称、时间、浏览器版本等资讯 核实后按准许 最后以流动保安编码、面部辨识 或指纹认证进行认证即可登入 提提你,如果你想用来做高风险交易及设定 例如转账至未登记收款人 就要先联络我们的服务专员验证身份 安全又简便 现在就下载我们的APP 启动流动保安编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